主席 本院同仁 我們金管會 曾主委 以及各位金融界的先進 大家早 主席 我是先請曾主委 請曾主委 另外好 主委 搖炸 你能不能比較一下前年和去年股市的總體表現 跟委員報告 整體的表現 去年整個價的部分成長了8.08% 量的部分擴增成1,192% 跟前年比較964% 也成長了23% 這個價跟量跟其他國家比起來相對亮麗 我們大概是 大概只有比 比中國的上海差 那也都比 香港 新加坡 東京 還有跟 刀雄士 都相對亮麗 恭喜 所以去年的量其實是算不錯 所以包括證件交易稅的進帳 也算是 算是蠻多的 蠻可以接受的 所以這樣的話 這樣的一個股市的狀況 你認為 歸於你基本面的 經濟的基本面的大概是佔多少成 歸於你技術面的大概是多少成 我相信整個股市技術面 其實是影響短暫的 應該中長期來看 都是股市 是反映它的總體經濟 跟它上市上跪的基本面 所以就我們的整個的揚升方案裡面 是不是到部分資偏技術面 跟委員報告 但是讓上市上跪的基本面 跟總體經濟面要反映 要讓它的交易的機制能夠重溫發揮 它才有辦法進一步去反映 所以揚升方案最重要的是 是讓我們的教育制度能夠充分接軌 讓市場機制可以充分發揮 這個是 所以不私底下認為它是一個轉股方案 我們的股票市場 從民國 證交所民國五十年 成立到現在 已經將近五十五年了 有些事情 我們要讓它等大人 謝謝 好 剛剛許天才委員講說 他二十年來看到很多人已經不在股市 有人說 股市是錢的沒那麼多 很多那個什麼姓油的姓雷的 很多 在 已經安在在了 那阿托北也說這個所謂的放寬 這個 從七%到十% 包括你看整戶的維持率 擔保的維持率 這些 從一百二放寬到一百三十 這些對散戶 你是不是還是會比較提醒 投機性的部分呢 要注意 跟委員報告 法人啊 還是這些事情 他們有辦法 因為那個專業 他們來了解 是 謝謝委員 其實基本上股市的投資 我們真的不鼓勵 短進短出 好 我覺得這樣一個提醒是很好的 另外就是 最近就是全球的金融市場 全球的金融市場是變化是很大的 美國的寬鬆來到這個階段 現在放出錢來 現在是錢往那邊跑 單單上週啊 我看這個報導 亞洲的資金啊 就流出24億 其中從中國大陸啊 流出了超過一半 13.5億左右 超過24億的一半 所以目前呢 中國的 目前的這樣一個狀況 它的金融市場 你會怎麼樣一個看 整個跟委員報告 兩個部分 第一個 整個今年的整個國際金融情勢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國家在降息 也在推QE 那基本上整個國際金融的 今年的波動度會相對的大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進入一個新常態 它基本上以後 經濟成長率 GDP 要超過7%很困難 這一步的相關風險 我們會加強注意 好 我就是也要是提醒這件事 因為它這個7% 算是要用很大的力氣 除了這個之外 大概包括它所謂的 因為資金的緊縮 所以它透過地方債的轉換 來達到所謂的變相的QE 再來充裕它的這個資金 所以這些的情形相對於李克強總理 在昨天的這個對台商的呼籲 所謂一些的優惠 還是會繼續的所謂的力度和深度 也會加強 我想在這個地方 這個整個總體的情勢 以及他總理的喊話 在某種程度啊 我是呼籲我們的台商還是要注意 這點你同意嗎 非常贊成 跟委員報告有關控管大陸風險的部分 其實我們分幾個成績在做 第一個當地的分行要充分注意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總行部分也要加強控管 第三個層級的部分 儘管會有包括檢查局跟銀行局 也都在全面在監控當中 好 非常謝謝 那今天因為我們有邀請了一些 在股市裡面的大的這個 這個投資的一些法人 我是不是先 主席我是先請教一下 請這個勞動部的 勞動基金運用局的局長 主席 請勞動部 金運用局局長 主委 你直接摸聽一下 因為你主管這個部分 黃主 黃主 你委員好 局長你好 這個勞委會是我優先關心的 以前會每天注意到這個勞委會相關的基金 現在我們基金的規模達到多少 兩兆多少 三千億 現在勞動基金的規模是兩兆七千多億 兩兆七千多億 我看你的這個書面報告去年的表現算是不錯 是 比這個 比 世界的標準 比我國內的大盤都還要好 這一點要給你肯定 謝謝 你有什麼 我想跟委員報告 是股市揚升方案讓你 還是這個占多少成 還是說你基本上還是以長線 以穩健的 跟委員報告我們是審慎的在做操作 那我想我們顧及受益之外 就是說除了我們追求收益之外 我們也審慎的去避開風險 我想這一部分 所以我們是全球多元化的一個佈局 所以是全球性的佈局 所以風險可以相當的分散 所以目前的資產配置大概是怎麼樣的狀況 動產的不動產還是債券的各種 大概的一個大的大的一個分配比 大概是怎麼樣的狀況 大概國內股市我們大概是25%左右 那全球國外的權益證券 權益證券就是股票 大概也是20% 所以加起來是45% 我想這權益證券的部分大概是45% 那其他就是有債券 還有其他的一些不動產等等 好 謝謝 那請你稍後一下 主席我們是請中華郵政儲金 請中華郵政儲金的 吳元仁副總經理 是協議還是副總 副總是吧 副總 副總搞讚齁 是 我們郵政儲金目前現在運用的資金是多少 接近6兆4千億 6兆4千億 投入股市的大概有多少 差不多1200億左右 1200億 我們的這個投資報酬率 大概是什麼一個狀況 1200億也不算小 雖然相對於這個 跟委員報告 我們去年的報酬率是9.21 9.21 那也是算相當高啊 也大概 蠻接近老委會基金的這個 總體的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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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這邊講的是9.21 是指股票的部分 就是那1200億的左右 就1200億多億左右 那你其他的資金都放在中央運行 那你其他的資金都放在中央運行 中央運行是一部分 跟委員報告 我這邊大概 因為 我們的 你們的壓力會不會覺得很大 這樣的一個大筆的資金 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公司 你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是 確實 是不是需要政府 總體的政府 這個相關的單位 來做適度的協助 當然假如 因為 導委會是處理兩兆七千多億 那你有六兆 只能夠動用 最安全 你幾乎是 大部分都是 拿著很安全 要安全 嚴格講起來 如果整體的處理的話 投資報酬率算是 目前 不能夠滿足這個六兆多的 有這樣的一個要求 是 目前還好 因為 去年喔 我的報酬率大概有1.60 比我的資金成本還好 所以說 我每年的腳褲營利目標 都是還能夠順利 能夠達成 所以 1.不到2嘛 是 不到2嘛 是 相對於 勞委會這兩筆 一個是8點多 一個是11點多 是不是那個黃 黃經理 黃局長 對不起 我先請教一下黃局長一下 黃局長 黃局長 投資報酬率 跟 立委員報告 我們股票的部分 大概10% 10.7% 10.7% 10.7% 好好好 謝謝 好我想 我是最主要是要做這樣的一個對比 兩位就先請先回座一下 好兩位請回 曾主委 我在就這樣的兩個大的基金 還是存款 非常大的一個數 它影響整個股市動能 是非常龐大的 你對於這樣 站在政府的角度 你有什麼看法 怎麼樣 比就一方面兼顧安全的狀況之下 那又能夠替這個相關的存款戶 或者是勞動者 來保護他們的這樣的一個基金 的這個獲利 獲益線 是 兩個觀點 第一個是就 股票市場的主管機關來講 我們希望向眾透過揚升方案 讓整個交易制度更透明 那跟世界接軌之後 那希望所有的基金能夠進來投資 包括國內外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 就是就他們的相關基金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它多元化的配置 多元化的配置的結果 可以分散風險 分散風險 是 好 時間的關係 先謝謝你 好 謝謝二位